我加班加到凌晨一點 都要再習慣 我以為每一刻我都想要辭職 不是耶 是之前上一個打工的妹妹 好變態喔 欸 利隆 有被開單了嗎 首先服務業工作中最惱人的是 我是彩妝師 彩妝師 那想問一下 你工作中你們有遇過什麼樣的 地雷嗎 讓你們很想發脾氣的一刻 我覺得在台灣就是 他們都會 很多人都會 大蒜味很重 然後就是 什麼意思 剛吃完午餐 用完餐館 對 都會 大蒜是你最不能接受的 因為我不時尚 我會覺得超醜 然後我就 還要一直憋氣 然後就是還要面帶微笑 我有戴口罩 但我裡面在面帶微笑這樣 神奇妙算 我有做過咖啡廳跟酒吧 所以咖啡廳跟酒吧的工作 你覺得最痛苦的一個 擦玻璃 擦玻璃 擦玻璃是最痛苦的 為什麼 因為 那個主管 可能沒有東西雕 就會雕最細微 最好雕的 是擦玻璃 他怎麼雕啊 就是開始摳那個痕跡 你看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擦掉的 你跟我說是擦不掉 好 那你怎麼回啊 我說我 我盡力了 我做過了 玻璃心 接著是位來自香港的同學 那是我以前在香港的一個故事 那時候在一個洗餐廳 有一次那個洗碗機壞了 我加班加到凌晨一點 都要再洗碗 跟那個蜜糖雞翅吧 那個雞翅碟是超級 就你的糖類的東西是超級 所以麻煩的對不對 一直在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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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搓到凌晨一點 你現在呼籲一下各位廣大的客戶 進港式餐廳 不要點蜜糖雞翅 去那個怡屋狗狗 不要點那個蜜糖雞翅了 沒什麼好吃 就外面那層皮很甜 脆脆的很甜 有什麼好吃的 那個餐廳也不好吃 又貴 媽的一個普通 一面賣也沒有起司港幣 只有香港人生意味才會吃那種東西了 大港開墻 你不能當服務生 這樣跟客人講嗎 不能啊 就說這個東西不好吃啊 因為我們還有那個 每個月有神秘顧客來評分 我試過給神秘顧客評過 服務不好 推薦的東西不好 哇 然後你就被老闆定了 沒有 就是罵兩句而已 就下個月注意一下 哇 香港都會有這種神秘 神秘顧客 還是你去當那個神秘顧客 我有試過印證耶 但不行耶 那神秘顧客需要有什麼條件嗎 長得普通吧 那你覺得你長得太特別了是不是 我長得比較醜 好不尬 覺得在街上的醜 而其他上班族的地雷是 之前遇到過一個比較扯的一個主管 譬如說像我們是做業務嘛 那我們業務可能就是會 有業績獎金 或者是達標了 可能會公司會有一些獎金 那他就會拿獎金之後 他就會說 喔那你要請客 主管叫你請他 對對對 但是他是說以請全部門的名義啦 但事實上是他自己都會點得很不客氣 那他會請客嗎 他之前有送過小熊軟糖啦 對 送小熊軟糖 要說什麼 要說什麼 哇謝謝主管的小熊軟糖 對啊 你們拿小熊軟糖有開心嗎 不開心也要開心啊 一堂和氣 那你工作中有遇到什麼 讓你覺得很辛苦的一刻 我比較是 可能跟客人介紹很多 客人也是就是試了很多東西 到後面你才發現 喔他只是來試東西的 蛤 不是要買的這樣 這種有辦法在前期就看出來 沒辦法耶 有可能說明這個人穿得很正常 可是說明他也是那種 來浪費你時間的人 對啊 就你要自己接觸 對啊 就不管是怎樣 就是浪費你時間的人就是會生氣 小姐小姐別生氣 這件讓你消火氣 遠近馳名冰封衣 銷量品質都第一 防曬冰感超級涼 穿比不穿還要涼 一件出門零負擔 舒適清涼超簡單 極致冰感有口碑 大事畫小別靠杯 接著我們捕捉到一位職場老鳥 哇大哥這麼有儀式感 沒有這樣 平常會讓人家幫你打盤子 當然不會 我還幫人家打 你還幫人家打 對啊 還要穿西裝是不是 西裝穿起來 既然戴了就全套 對對對 我們弄帥一點 OK 假種服裝咧 想問一下大哥你平常的職業是什麼 我啊 我是當顧問的 那你目前從事這個行業紀念 13年了 13年 企業如果需要協助的地方 那他們專業經理人如果很忙 那就是向外借降 那我們就會有一些機會 當然我們說先診斷再治療 然後這個診斷出來以後 就是跟企業的職業高級主管來談 然後這邊要退職下藥 哦 那我發現這個企業已經病入高荒了 哦 那也有病入高荒處理的方法 怎麼做 那就是壽終正寢比較好 哈哈哈 我剛剛聽了什麼 等一會 而與大家不同的是 我都是扮演比較雷的那種 有一次那個老師是 風家慧的音控 大齡女子 對對對 哇 然後就有跟他聊天 你跟風家慧聊天 對啊 你跟他聊什麼 他說那個 欸那你們年輕人都在聽什麼歌這樣 風家慧是很認真在跟年輕人聊天 他其實還 他其實蠻認真的 我就說我在聽什麼樂團幹嘛 他說 現在的 現在年輕人真的都在聽樂團 都沒有在聽 你不會做人耶 你真的 然後之後 那個日語有另外一個助理 他就跟我說 你他媽 你要說 你都會聽家慧姐的歌啊 然後我就 你首歌都唱出來嗎 我 我聽完大鄰居是這樣 你喜歡風家慧一個通道 你聽上兩句 啊 啊 啊 真的 OK 好 風家慧 而他有一段驚悚的離職原因 我之前做餐飲業 那你做餐飲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一些 讓你最想離職的事 就是我上班的地方 他有那個回收場 就有一個阿伯很奇怪 他是我離職很大一部分原因 所以跟工作無關 本來是那個回收場的阿伯 因為他會就是想辦法把你留在那裡 每次我去到回收 他就是一直要跟我聊天 他會說什麼 可不可以加一下聯絡方式之類的 阿伯 對 然後他會一直想要偷看我的名牌叫什麼 他還想偷看你的名牌 好可怕喔 有一次我去到回收 然後他就說叫我幫他看一下 就是他手機裡的女生漂不漂亮 我就以為是他女兒 然後我就說 滿漂亮的 是您的女兒嗎 他就跟我說 不是耶 是之前上一個打工的妹妹 好變態喔 我就覺得 雞皮疙瘩起來 我就再也不想去到回收 阿伯是回收場地不靈耶 那我也沒有剛剛說我離職 我最後一次去到回收 他就從他的工作室裡 拿出蛋糕給我 蛋糕 他就說 欸 妹妹你不做了 是不是那 我這個蛋糕就特別要送給你這樣 欸糟糕我突然就阿伯有點亂 阿伯有點亂 博德同情 我上禮拜才剛接了一個家教 上上禮拜才剛接了一個家教 你有生氣過嗎 當家教的過程 家教的過程中 我以為每一刻我都想要辭職 我告訴你 有一個弟弟他一直跟我聊色 弟弟跟你聊色 對他一直告訴我說 他想要跟哪個女生 他弟弟幾歲啊 他高一 他就說有一次看到他 他就直接硬了 那如果這個弟弟 在你上課上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說他也硬 我就會跟他說 好啊那我們一起來吧 不要 最後他則是已經受夠了職場 目前是在什麼產業 目前剛好今天剛離職 今天剛離職 對 太剛好了吧 上一份工作是大學的講師 離職的原因是什麼 國立大學常常都會有一些 教監的人員 來去當就是行政的主管旗員 就是讓老師來當行政主管 對 但是他明明就沒有經驗 然後就是完全不熟悉 任何的狀況之下 然後就覺得 欸這個好像不必要吧 然後結果我們整組都被拆散了 蛤 是他看了一看就覺得 你們大家榮緣這樣 對 所以最後他還覺得是說 欸都是我的問題 我也很想問 我還是給他道歉 所以你也不知道道歉什麼 我不知道要道歉什麼 你怎麼會 我就說欸真的很不好意思 如果造成你的困擾 就我自己還要再繼續加強 可能是我還要再成長的空間之類的 對 今天拋開這些委婉的詞會是什麼 看你吵去吧 出師表 好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街訪了 聽到他現在出社會必備 用手機號碼 就可以驗證註冊D卡囉 D卡調局 職場大反擊 我們下次見拜拜 我們下次見